哈啰 大家好 我是宗杰 欢迎收看宗杰主义 现在是早上的10点钟 然后呢 我现在要出去买我的早餐 还有我等一下要的食材 那今天要煮鸡 所以呢 我现在要冲冰箱 拿鸡肉出来一下 好 出发去买早餐还有食材啰 没有我要的芋头 Melley Mini Market 比较少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去超市买了啦 先回家吃早餐再说吧 现在呢 是11点 刚刚吃了早餐 等一下12点 会和Melody FM的李强有一个访问 讨论关于孩子营养双重复担的一个话题 那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就要做一些资料的整合 还有一些要讨论的要点 好的 还有4分钟 就到我的访问了 现在去准备一下 等一下再和大家继续聊 好 我们的访问呢 就已经做完了 现在呢 就要出发去买我们食谱视频的食材 好了 已经到了超市 现在要排队 排队进去买东西咯 平常的葱没有了 要买Oganin的 2块半 很贵啊 搞定 给钱 买完东西咯 现在可以回家 终于买完材料回到家了 机器呢 今天要煮这道食谱的所有食材 回到家过后呢 它竟然很香啊 多多转转那么久 今天我要煮的就是芋头焖鸡 应该是去年吧 我已经做了一个芋头焖鸡 也好吃 而且呢 它那个芋头是煮到粉粉烂烂 很默的那种 比较干 不会很湿的 然后搭配饭一起吃 而且它的材料呢 就是桌上这几种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先来处理我们的鸡肉 因为它需要腌脂 不过 不过 我们另外一个材料就是霞米 那霞米呢 需要先用热水浸泡 大概满到10分钟 然后这个水不要放掉 要收 OK 那我今天用的鸡肉的部分呢 就是去骨的鸡排 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的尺寸 那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将它的皮给去掉 相信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那这都知道去皮这个动作呢 可以帮助减少它的 饱和脂肪含量 还有它的 卡路里含量 就这样子 很粗框的拔掉就OK 那其实动物的脂肪呢 比如说鸡皮它含有很高的饱和脂肪 而饱和脂肪如果摄取太多的话 长期它就会导致我们的坏党固醇变高 就会增加我们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然后呢 我们就将鸡肉切成 火柴盒大小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尺寸 看到吗 卸了过后呢 我们就来腌制我们的鸡肉 至于腌制鸡肉呢 我们只需要 一个大匙半的蚝油就可以了 等一下 用手抓一抓 OK 然后让它腌制 十到十五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处理我们的芋头 在切芋头之前呢 我是建议大家先戴一个手套 因为在切芋头的时候呢 它会是发出一种分泌 如果说不到我们的皮肤的话呢 会让皮肤很痒 我们先来把它的喉给去掉 然后再把它的皮给切掉 那在切芋头的时候呢 就会跟大家说一下 我小时候不吃芋头的故事 那我小时候呢 我是非常抗拒吃芋头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以前小的时候 就我爸爸不懂在什么地方打包了大乳酪 就是一种点醒来的是炸的 外面是芋泥 里面是烤烧的限量 现在买了米辣过后呢 应该是放了得夜 然后我第二天早上或者是中午 那时候我超频参吃 我好像就把三粒或者是四粒的大乳酪 就放进了微波鲁微波 因为是油炸物嘛 所以微波鲁它会变得很油很腻 但是我不懂为什么我还可以把全部都吃完 吃完后就肚子超级不舒服 而且有很恶心的感觉 从此之后呢 就不吃任何和芋头有关的食物 就有一个新年的意义在那里 但是一会长大了 变老了 然后那个口味也变了 所以现在对芋头的食物是非常的钟爱和喜爱 所以这里要讲到大家就是 油炸的食物 尤其是那种放了哽咽 尽量不要放弃微波鲁微波 然后我们要将芋头切成什么样的大小呢 因为是一个闷菜 不想闷得太久 所以我会把它切得比较小一点点 希望它可以比较快的煮烂煮粉 那芋头怎样看才会是粉啊 容易煮啊 有一些是煮了够都不粉 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是不会粉啦 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的留言让我知道 到底怎么样选芋头才知道它是粉还是不粉 切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切我们的葱 轻松的部分 其实只要将它切成葱花 过后点缀就好了 OK 好 要备的料都备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来开始煮咯 我这里有两大匙的油 先放一半 听到声音了 鸡肉下 现在煎这个鸡的原因呢 是将它的表面煎金黄一些 等一下再和芋头一起焖煮的时候呢 它就不至于会出很多的血水出来 那鸡肉下了过后呢 就让它一字排开的 固在那个平底锅的表面上 不要去翻动它 让它就煎那个面煎 一到一分钟半才翻面 嗯 已经可以开始闻到那个鸡肉的香味 再让它另外一面煎 一到一分钟半就可以了 已经煎得非常的美了 那个鸡肉也看得非常的嫩 这时候呢就可以将我们的鸡肉给拿出来了 可以直接放我们的虾米 将我们的虾米给炒香 这个芋头鸡为什么会好吃呢 除了芋头是那个关键之外 我觉得另外一个变得很好吃的那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虾米 因为虾米很咸很香 给这个芋头鸡吃起来更加的美 哇 不得了这个虾米 芋头要煮的时间呢 可能比较长 所以要有一点点的耐性 好 那我们的芋头呢 好了两三分钟过后 可以关上盖 让它自己焖煮三到四分钟这样子 我感觉上它应该坏好了 而且那就可以加入泡过虾米的水 1 2 3 4 先放五大匙 可以再放多一点点 好 总共放了90 来 我们上爪啦 扫起啦 看到已经大概 不是完全浸泡在水里面 但是还是看到水 就可以关干 再继续让它焖煮五分钟 五分钟 五分钟 已经可以很容易的这样子把它给切开 这道菜在下雨天吃我觉得 非常的合理 当芋头可以很容易被切开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鸡肉放回进来 一起炒 注意不要一次过放太多的水 因为感觉上不想把它变成汤啦 一点一点的加 加到你喜欢的浓稠度 就在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开始了不断重复加水 搅拌 加水 搅拌 再加水 再搅拌 再加水 再搅拌 的无限循环中 就是这个感觉 这样子的浓浓稠稠的 软绵软绵的那个芋头 想到都好吃 我觉得可以再放多一点水 我到底需要加多少次水 不满意就加到自己满意为止 我觉得还是有点干哦 因为我要那种粘稠粘稠 但是还是可以捞饭吃的那种感觉 刚刚还用汤匙量 现在完全放弃了的感觉 直接倒下去 可是煮东西就是要follow有话 哦,yes 所以其实说不加不加 我觉得我前前后已经加了 大概有两倍的水 就是这种感觉 好啦,关火 上桌 我现在来试吃一下 鸡肉 非常的好吃 鸡肉非常的嫩 鸡肉外面呢 包裹在一层软软里面的芋头 然后再加上虾米的咸 还有香 非常非常的好吃 还有我觉得它是非常下饭 也可以拿来拌面吃 真的真的 你一定要尝试 我这道菜完全没有添加一点的盐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腌制鸡肉的时候放了蚝油 第二呢,虾米本身也是有那个咸味在的 所以它已经是够咸了 就不用添加额外的盐哦 我要再吃一个芋头 这是芋头吗? 还是鸡肉? 耶,这是芋头 软软,很多的感觉 你一定要尝试 好的,那谢谢你今天收看我的影片 希望你喜欢这个芋头焖鸡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请你分享这个影片给你的朋友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后有什么新闻的话呢 你第一时间就会收到通知了 拜拜,我们下期再见 我可以再吃一点吗? 我真的是觉得它很好吃 收工,拜拜